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这叫道歉 这才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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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当天 老公在外面找的女主播 将我当成了小三 对我百般起来 让我认清了这个男人 怎么真厉害 老公 几点回家 想你了 七周年了 谁啊 一直给你发消息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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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 你因为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我就找不到 让我找到这小三 我要把他压都打碎 推都打断 我要曝光他 让他在经济面前丢脸 在社会面前当过些老鼠 搞瘟 搞瘟 搞瘟我的男人 当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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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死吧 小三滚出来 小三滚出来 打倒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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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快看这楼下喊着发小三呢 姐妹们口号喊起来 打倒小三 小三不配过人 打倒小三 小三不配过人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今天开播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给那些第三者们一个警告 你们是破坏别人家里的败类 是热解 是一沟里的老鼠 就应该得到最大量的惩罚 我们不会破坏任何一个小三 这不是我老公新招的助理理容忧吗 这个呀 是我打算先召进公司的女助理 请老婆大人公认 只要能力好 是男是女我都不介意的 你听吧 谢谢老婆信任 我一定会努力替你打理好分公司 放心 喂老公 你前几天招的那个助理李悠悠 他这几天上班了吗 他请假了 怎么了 你没看他直播吗 喂 妈 找见客户了 稍后打给你 哎你 我在乱想什么呢 老公那么爱我 他绝对不会出轨 你快看 他们要进小三家抓人了 小三 快出来 他们好像朝我们的别墅方向来了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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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强闯门站 我要在 你个小子 我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里是我家 你们马上出去 谁让我进来的 你家 冲起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一切都是我男朋友给你的 我要干死你 都说现在的小三喜欢半城明园住豪宅 他原来是真的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好奢侈呀 外流都搬着有钱男人不放 给我打 别管 臭 你看 我告诉你 我们这可是直播 好几万人看见你呢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了 我回来 勾引我男朋友的小三都认错吗 你是贱人大来的脸呀 拿起我男朋友的结婚这么好的日子 你说什么 看你讲的人不狗样的 当什么不好 偏偏当小三 我该比你打 看你你前天就中场 扔不在了别墅 还不是偷睡 男人睡出来的 真是丢我们女人的脸 这种人放在古代 就该进度了 弱跟打死 你该听听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然你哼着出去 你叫李悠悠是吧 你真认错人了 我有老公 我也不认识你男朋友 你现在立刻带这些人出去 我看在你是受害者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你有眼当小三 还没练成认了是吧 有你跟我男朋友的聊天记录 这都是你当小三的铁证 我可能 无业 老公 几点回家 想你了 这些是从无业手机中 结下来的聊天记录 狐狸精 我竟然被无业备注成狐狸精 这怎么可能 这些聊天记录都是假的 你敢做小三还不敢承认了是吧 那你敢说你聊天也是假的 所以 李悠悠口中的小三 是我这个正气 而他口中 他的男朋友是我老公 你身上怎么这么刺激的香水味 刚去哪了 刚才去见了几个穿业的大学生 这小姑娘 没什么钱品味又差 还用这种略知香水 这得喷多少才能这么香啊 这衣服别要了 扔了吧 行 李悠悠身上这股香水味是我闻到过的 原来好丈夫只是无业的假面 那些体贴浪漫都是假的 他竟然背着我偷偷在外面跟助理苟合 李悠悠 我劝你最好去找无业问清楚 我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什么好问的 行 人生最好当小三的人 你这人所有的小三都被取刺 你干什么啊 你不是喜欢浪喜欢男人吗 来 把他衣服全都发了 所有人都看看他人不造样子 来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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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知道不要了 你在穿上够你男的手 那么不住不要 你干什么呀 勇勇 你完了 完了 你一个贱人 我打了就打了 你 叫他回我男人 叫他回我男人 还靠他回我男人 你最好问问清楚 到底是谁攻击谁男人 来 对着摔下头 你敢做也不敢当了 我最后再趁你赞 带着这群人走 要不然我报警了 你一个上不到台内的东西 你快看 你得知我这个证实了 我男人的前过日子 拽了个个258位子的 看来 你过得还挺好 可惜 被我发现了 你住手 那手从法国带回来的针糖香爽 香味不错呀 可惜 你这狐狸肩不配 你放下 但是上个月我从拉分庄员带回来的 下几百万呢 这么好的东西 我都没喝 你这贱人倒是贫习 还用别人的钱 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啊 你 你太过分了 过分 我过分 你瞧我男人的时候 旧战缺少人进 若狗台你关系的时候 怎么不想像你自己有多过分 我问你 你没父母教吗 好好做个人不行吗 非要当小三 没人教你 那我来教你 这 就是你不守负的道德败坏 找我一年最可洋化的代价 你会遭报应的 报应 那报应 这是我 给我按住他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干什么啊 你们干什么 让你知道 当小三的报应 你们放开我 我要把他这身贱皮给扒下来 进不过我的身上败 干什么 你们进去疯的 人在分散 你这个人 干什么 还不快给邓医科幼 你们这顿疯的 人在分散 还能看到你这个小端 他午夜当初就是个 三下来的穷小子 要不是娶了我 咋能这么快 当上总裁 况且你扒着工匠的力 封公司都会被他搞一场 如果是我住场流产 他根本不会有精神 我想到 没想到他的外女 偷偷养了别人 在我面前 人出无海 道磨岸然 你们家的痛快 希望你肥肠的时候 也能这么痛快 别到时候跪下来求你 求你 你怕是不知道我老公有多厉害吧 我倒也想看看 还有能有多厉害 喂老公 喂老公 我今天砸了一个女人的家 她要我赔钱 你应该不会心疯吧 宝贝 你怎么高兴怎么来 想砸就砸 那点钱在你老公眼里 算不了什么 你最好赶紧带你的宝贝回家 小宿的现在是小子 还想 之前让你趁虚而入 今天 我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 你真的以为 就你这些高火烤烂 我真的在乎 更何况 你这些破烂 还是我老公买给你的 贱人 家人们 接不接线 爽不爽 一个为了钱 能出卖身体的小三 竟然还在这装富豪 手上这么多假的洋酒和生食品 太虚弱 不劳而获坐这样的乞串 这样的社会主宠 就应该来清理 今天 没有一个蒜 能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座房子 我看着就恶心 这笔的人气 我全都要回了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要让你知道当小三的下场 上天不胜 我来胜 这有个手术盒 这个不许多 怎么 不准了 现在害怕了 你们再怎么胡闹都行 那不要触碰我的底线 这是我最重要的底线 还给我 就是条珍珍珠项链啊 你也不值几个钱吗 是我妈的眼眸 还给我 还给我 想要呀 来哪呀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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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啊 妈 妈 妈妈要走了 妈妈永远 妈妈 大家快看 这些人竟然哭了 田徒就是当小三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呀 孩子快给悠悠跪下磕头道歉 家人们 这就是小三的下场 只要我们惩罚小三联盟出手 就没有我们教学不了的小三 这事就是 我父亲砸了 还要在你的尊业上 恨恨的彩糖 你有的拿我什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这 这里有人擅闯民宅 毁坏私人物品价值上千万 躺毛顶坐穿 你们在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惩治小三维护世卫风济干什么 你还以为你真的有理了什么 你以为随随力练叫一些人来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你们是为胜过学是吗 巨重闹事 知道自己犯多大罪吗 早上的后 你们 承担开期吗 地上很多被损坏的东西都是我家几代传下来的珍宝 我没法细算 但保守估计也有几千万 管家 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再请个财务和鉴定专家过来计算损失 我要让他们悉数赔偿 冯钦小姐 这些人 绝不顾兮 你们少在这家伙人 不过都是我男人的东西 我想怎么砸就怎么砸 没错 这些东西 全都是悠悠男朋友的 我们在帮他心里垃圾 我们没有错 你说这是男人的东西 你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 我们的山盟海事就是证据 我们的朝朝暮暮就是证据 现在我就让他过来 让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拿上一张照的证据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打不通吗 滚回家一趟 家里被人砸了 至少损失几千万 呀 还知道叫人呢 你就算把你全家叫过来都没有用 一家的垃圾 待会你就知道有没有用 不管你找谁来 你都是比人渣还恶毒的小三 今天几十万人都在看你的笑 跳人来是指望有人帮你还是怎么着 没真给你扒光都是给你留脸 你们作为正义的一方 还对我手下留情了 当然 你和他在一起多久了 三年六个月三千十二小时九分零几秒 这么久啊 那一定是情真意切情深缓缓了 废话 他亲口说的要娶我 所以也就是玩我 只要我高兴 就算我把你打残了 他也只不在旁边跟我狗抢 现在 我让你知道当早 大家知道告诉什么 你又要干什么 当然是替社会监署你这个败类 你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 我当然是要这个高兴 你在狐狸家 不是要有个带着 要不是我这些粉丝 叫起够灵通 我都不知道 你还有一个别是 这么用来养小三 你倒是真挺有本事啊 这个女人 她完全不把我这个账工放在眼里 这些都是你的粉丝 哎呀老公 大家都看到 这个女人 她母亲当小三 还大手欺负我 你要是不给我出钱 我绝对不会远着你 无业 我的完美好账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你会背叛 让我们七年的婚姻沦为孝 所以 你是李悠悠的男朋友 当然 你看清楚了 她就是我的男朋友 怎么不说话呀 难不成 你这个时候 还要谈过这个贱女人 说话 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我送你到聊天记录里 发现了你的秘密 要不是我够聪明 差点就被你蔓延过开了 你是两位面试通过 请跟我来 看你给我知道 爸爸公司的装潢风格 还真是随着她本人 老姑般 如果是我 肯定在办公室 多摆一些装饰品 周新 江城首富的女儿 在学校中除了上课 从来不露面 这次可算是有机会接近她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吧 明明是我自己没看过撞到了你 你倒什么钱呀 哎 总归是我先挡个路了吧 撞床了吧 嗯 这个早餐 是今天早上不小心撞到你的北里 你i 你快点吃吧 嗯 啊 他竟然还没走 好努力啊 转称名单里面 只为了吴燕的名字 大小姐 吴燕他白天工作效率太低 为了多拿加班费 故意把工作留到晚上去做 这是董事长点名要猜他的 留下他 爸爸那边我去说服 虽然吴燕他工作效率欠佳 但是他没有故意拖河 他认真客户 就连我的自愧不如 好的大小姐 我这就去办 呃 哦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接到了公司的转转故事 所以我想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你 我知道了 在公司里 我也就跟你最熟了 恭喜你 我看好你 加油 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走 我爸 又忘了我妈的生日 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我好想他 哎 初心 你别喝了 你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先去处理一下 你在这里等我 不要乱跑 小姚 小妮 一个人呀 长得还请在劲 妹妹 跟哥走 碰你开心 姐夫啊 别碰我啊 走 哥带你去找妈妈 臭娘们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今天必须把你给办 后面的 滚 周琴是我 周琴是我 别怕 他们已经被我打走了 我 心姐 你不是说 要带我接你爸爸吗 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不过你答应我 你听了之后不会生气 其实 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的真实身份是 周氏集团周胜天的女儿 未来周氏集团的继承人 你说什么 你担心什么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说你不对 都不行 小姐您回来了 老爷正在家等您吃饭呢 这位就是吴先生了吧 你好 没想到 这周家别墅这么好啊 周心 我势在必得 这是我爸 爸啊不对 伯父 我叫吴燕 吴燕 不自农村一穷二伴 我问你 你凭什么娶我女儿 爸 您不是说了吗 要看一个人可不可靠 不能只看他的出身 伯父 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您要是允许我取信心 我绝对不会用周家的一分钱 我会靠我自己的努力 成为能配得上信心的人 靠你自己 你知道我们周家是什么家庭 多少有才有貌 品行端正的少女排队行群 这样的 你自此两地 不是 我虽然没有他们有钱 但是我保证 我一定比所有人都爱信心 一辈子保护她 你的这些话 骗出这些小女孩来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骗出我周胜天不成 爸 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 但我非他不嫁 哎 七年的婚姻 七年的不离不弃 换来的就是你的背叛 小三的侮辱 和你现在的没有担当 我 我 虎叶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还不会收拾他 还是说 这个 唐小三的女人 在你眼里就那么重要 你就不怕他破坏我们的家庭吧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我爱你 你就可以随便出困 随便把你这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 我都可以原谅你 他 他需要你给他一个解释 你没听到吗 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小三 这种抓小三的时候 你不是应该冲过来给我一巴掌 骂我一对再跟我断绝关系 不是吗 你还知道 陆月你还在等什么吗 你先带着你这帮粉丝 先出去 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走 老婆老婆你怎么说 你说 我今天倒要看看 我这个小三还要怎么被欺负 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小三 福业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对你事业照顾 对你家庭照顾 到头来 我只是个小三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有你一个老婆 这件事情 其实 其实是公司新处理一个策划案 想用舆论 去提升公司的名设 然后我把这些事情就交给他去做了 没有想到他没给我打招呼 就随便处理个方案 这个女人他脑子有问题 既然出了这么一个思路主意 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 误 我这个小三 今天又上直播又上新闻呢 都出了名了 你对我说 你知道我们家是江城首富 从小我爸为了低调 尽可能少的让我在新闻面前露面 是你 让我们周家丢尽颜面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相信我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发誓 我这辈子只爱你周心一个人 今天这件事情 确实是因为我太忙了 所以得疏忽了 我爸 对不起 让你受伤了 你这种事情 你交给我的处理好吧 我的事业刚刚有起色 我不可能像一个傻子一样 做出这种事业 把我的事业搭进去啊 你真的 你真的不相信我妈妈 对 你很聪明 所以你瞒着我的真的只有出轨这么简单吗 理由又弄出来 你无业只看出她的脸 我是不信的 我当然相信你啊 是 既然相信我的话 那就动用你的人类 撤掉肉丝 删掉视频 赶紧平息这件事情 我来平息 我们是夫妻 始终是一体的 我们应该做的永福同享 就不按同当啊 你是一个实大体的女人 你肯定不希望你老公因为这种破事 自己的钱都给回来啊 你惹出的事吗 让我一个受害者来替你解决问题 你当初在我爸面前怎么保证的你忘了吗 我我没忘 我答应过要保护你一辈子的 但是 我真的不能让外面的舆论继续发酵了 现在公司刚签了一个合作 如果在这个时候 要是你肯定也不希望咱们公司再只是这个倒闭吧 我告诉你 就你那个分公司倒闭了 我一样可以再开一个十个二十个 但是他们给我的伤害 我要逃回来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谢谢 你就当是为了我 好吗 谢谢 我只爱你 谢谢 我去处理媒体 你去处理李悠悠 让电视台掐到新闻 老婆你这好 我就知道你是个十大体的女人 十大体 我曾经已经付出爱就能换来你的忠诚 现在我只想撕下你虚伪的假面子 看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建议 别走在里面跟我男人来看 我要告诉你 老婆你放心 我一定不是做得好 好 你什么意思 我还没收着我的脚丝呢 你听我解释啊 你要干什么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的错 但是你 你也不应该像今天这样把事都闹大爱 我不敢 我有多爱你 你不知道吗 我都是从最就跟了你 还被你打过蛋 我年轻的心 就把自己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你 我闭嘴 怎么让你们继续闹下去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你绝对不会估计这种不坏别人家里的女人 啊 与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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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回来 我回来 别打我 我错了 别打我 别打了 是我一时的不得 只说我没那个见诚就够了 这就是你说的解决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不应 我爱你的时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我不爱你 你说你是什么 妈妈 你别打了 人物晒的脸都打住了 我做这一切我都是为了我能赔得上你 你是个主播 我跟你刷再多的礼物我都没有给你老板有钱 我们公司现在刚建造了一个项目 还在处于考察期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不要毁了我好了 我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 我 一直以来对我都是死缠烂打 我一时没忍住 不过 不过我们就那么一次 我会尽量甩开他 如果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下属 我的事业可就彻底完了 普通员工 死成烂打 好 吴燕 我会让你看看 这个普通员工对你死成烂打的 会怎么亲手把你推下地狱 你知道我有多危险吗 我如果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处 就当我求你了 罗伯 你记住了 我这次选择放手 不是因为原谅了你 而是因为 我不想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你最好了 悠悠 我爱你 你可不可以帮我 去给他道歉 咱们这件事情就能算了 什么 你还要我给他道歉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但是 就是没 这叫道歉 他一个小姑娘能低头认错 这些是我做过思想工作的 谢谢 这件事呢往来也就是个误会 我意思 咱们就这样算了 那 这才叫道歉 那 这才叫道歉 这才叫道歉 啊 这才叫道歉 这才叫道歉 我要把你砸的这一地 一分不少都给我还回来 道歉 你道歉 不接受 这只是个开始 剩下的 我要你十倍百倍的还 我要让你知道 一个女人在发现男人出轨的时候 能有多可怕 谢谢 好 行啊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这件事就 就这样了 好吧 谢谢 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你也没看直播 呢 那群人刚来我家 说我是小三 把这里全砸了 谁 你说谁是小三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和吴燕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那你们说你是小三 明明他才是小三好吧 不是都发生这种事呢 你怎么还敢做着 我说姐妹 你也太坦诚一点了吧 那我还能怎么样呢 像那些十八线一样 上网去发一个 我不是小三的澄清证明 我没想到 我也会出轨 更没想到 小三会举着旗带着人 跑到我家里又打又闹 你就应该狠狠报复那个贱人 然后和我也离婚 我怎么觉得 比我还气呢 我当然是看不着你说的欺负呀 我暂时没有考虑离婚 我也跟我说 刚才的这一切 都只是一场误会 是公司为了提高知名度 故意组织的剧本活动 只是他没想到 男主就会是他 这么离谱的事 你也信 我信又怎么样 我信又能怎么样呢 欣欣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你对付你那个渣男前男友不 你当时可是雷厉风行 敢爱敢恨的 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咖啡啊 你觉得 无业 这么苦口活心的 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当然是因为 因为 因为他爱我 你别恋爱脑了 我没有恋爱脑 相反 我清醒的很 他如果跟我离婚 就会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 婚姻期间若有一方出轨 责定一方净身出户 婚前协议 他怎么会牵上我这些 现在想来 还是我爸妈有远见 当初 他们就反对我跟吴业在一起 是我年轻不懂事 害到他们的心 这件事 一定不会这样算 对 报复一个人 最重要的不是让他失去什么 杀人 要诛心 李渔渔这边的事情呢 我已经处理好了 他一个小姑娘 一时间也拿不出什么多钱 我先替他给你赔个无事 改天 带他上门好好给你赔罪 行吧 你放心吧 我跟他真的是清白的 这次太过了 等这段时间忙完之后呢 带你去国外 好好旅游 对了 过几天 我有个同学聚会 我想 身体不舒服 你就好好在家休息 现在你去帮同学 哪是你这身份 能见得了 别碰我 去找那小三去 老婆 老婆你别生气 我已经跟他分开了 我向你保证 他年纪那么大 有什么好的 我就知道 你最爱我了 没想到 他也是这个学校的 无业 我可以给你面子 但是 我不会让他放过 前几天 那个直播你看了吗 那小三 被原配打得可真惨 太洁气了 不过 他竟然住在江城 顶级豪宅区 看来他的金主啊 是真有实力 比小三都住 那么豪华的别墅 我要是正希 我也砸上门去 还好我们叫老李老师 对我有专业 那些个小卷题子 他可看不上 这不是周星吗 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你 真没想到你会来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机会吧 还真是周星啊 平常是龙见首不见尾的 我们可是看您朋友圈 看您下的生活照呢 每次去的那酒店呀 度假村 简直是人间天堂 就是 来来来 周大美啊 快坐 对了 我听说周星你家里家境一直不好 上学的时候 休息很刻苦 你下课就不见人了 这机会啊 可都是从来不参加 一年啊 也不见你换几次新衣服 现在看着体面了不少 这是 嫁入豪门了 豪门 其实我家境一直都很好 再加上我毕业之后 自己创立了公司 这样啊 难怪这么多名牌包包 学习便便得 真是让人羡慕啊 对 咱们女人呀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这才是女强人呢 周星 周总 以后啊 可全都倚价你了 你有公司项目 还希望你能多提吧提吧 没问题 大家都是老同学嘛 以后有机会 可以多聚聚 好好好 能拍上周总这样的勾置 真是太好了 对对对 咱们一起 敬周总一杯 对 敬周总一杯 敬周总一杯 这当上二奶了 就是不一般 来参加同学聚会 都有人恭维了 什么 什么 什么子 不会吧 我说的对吧 别想到又回面 真是冤家立志 我 我想起来了 她是前几天 在我上直播的那个 李悠悠 好 好像是啊 你说 周总是 小三 怎么可能 开玩笑了吧 是呀 让我们周总这气质 这穿搭 这状态 还有这眼神 都是上一社会的人 像他这种勇情人 怎么可能当小三呢 可不是嘛 社会上啊 李悠悠太多了 有不少人为了 几身上流社会 甚至会发重金 去听讲课 包装自己 学习各种手段 身材管理啊 一样不少 就比如 眼前这一杯 对吧 李悠悠 咱们都是笑语 情深似重 一个女人啊 最看重的一定是 自己的清白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是啊 李悠悠 我明白你因为嫉妒 所以在这胡言乱语 我们都是女人 都是有家人 以后这种空穴来风的话 可千万别再说了 证据 我当然有了 你们可别忘了 我可是主播 我有视频证据 是吗 你以为视频被删了 就能抹除掉一切痕迹吗 天堂有路你不走 非要来同学聚会 刚讲明语啊 这次无业不在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 网上的视频呢 我试试 但是 我有备 放 这是真的 周欣啊 你怎么 是这种呢 难怪这么有钱 一生的名牌 原来都是理由 她老公比的 她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证据就在面前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嘿 天狗 刚才还和你喝酒 本以为你是靠自己的女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 周欣啊 咱们都是同学 人可以穷 可以木枪 可以败金 但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限度 一定不能为了钱 出卖自己 身体 瓶子 更不能用道德 换来这一切 出的菜子 别和我们做一种 真不行 刚不是你们舔着脸 让我坐在这儿的吗 那是我们不知道 你有多乐器 现在和你坐一起 我都怕你给我 传染艾滋病 可不是吗 真子 你们就这么确定 我是小三 而不是他 我 周欣 你是不是做梦 还没睡醒呢 我是小三 我老公啊 他对我又好 年轻又有钱 周欣 我老公是你金主爸爸 那你 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妈妈呀 李悠悠 既然你这么确定 你是正事的话 你老公又有钱 对你又好 那你一定也很有钱吧 那为了向大家展示一下 你的财力 不如 这顿饭 你来进风 没问题吧 对对对 那我们见识一下上流社会的风光 不错不错 这家酒店是这附近最豪华的酒店 平常都不舍得来吃夜口 今天就让你悠悠大美女 带我们来进进试天 这 这 怎么 很为难呢 那要不 我们自己付也行 还是说 你这阔太太 平时没来过这种地方 要么就是你老公根本不爱你 关系一般 平时就几千几万的零花钱 根本消费不起 怎么可能 请就请 一顿饭能多少请 这顿饭 我请了 还是咱们李大美女破幸 周星 你看看你 再看看别人啊 这才是正宫太太 应该有的样子 你说的对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餐呢 现在就可以啊 服务员菜单 就让你看看 我和你的差距 怎么 怎么全是英文 他是故意过拿英文的羞辱王 这 这 这都是些什么菜啊 算了 随便捏一点 总不能让人以为 我不认识英文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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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店名 菜单在下一页呢 你该不会 不认识字吧 怎么可能啊 我刚才就是看错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你笑什么 这些 是佐料 该不会 你要请我们大家吃佐料吧 什么 看不懂英文啊 我可是听说 无业公司有对外贸易 怎么会有正宫 连英文都不认识呢 我 我平时都有下人伺候 就点菜这种小事 怎么可能让我情理亲为啊 真是高兴 就是 你自己点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种小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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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 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一人来一套 谢谢 你都点了什么 我没听错吧 每人一套 这么有钱啊 老弟啊 平时吃上一口都是在作梦 今天啊 所有都点一遍 别担心 今天啊 咱们有土豪呢 对吧 对 也对吧 这什么破钱 小三品味 你不喝别浪费啊 你知道这酒一瓶多少钱了 能有几个破钱 他一个价钱货 真是什么好 家里边不就还摆着一堆假货 不愧是吴太太 百来万的酒 说到就到了 什么 这酒一百万 不然呢 这可是 教藏收藏版路易十三 吴太太 真大方 这 这酒一百多万 你想这个什么 我没乱点啊 可是你让我点的嘛 对吧 各位啊 咱们正宫娘娘 就是阔气 对对对 你还点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一些白话鱼子酱 澳洲龙虾 法罗罗罗罗干 鲍鱼鱼翅 吞松露什么的 这里面有些啊 都配不上吴太太您的身份呢 我 我 怎么 吴太太 您付不起啊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付不起 那就好 服务员 账单 李小姐 您共消费 九百 三十八万 有这么多 你们这不是算错了 女士 我们这都是明码标价 哪有这么贵的地方 你们这是黑店吗 女士 如果您想吃霸王餐 在别的地方可以 但是在我们这里 恐怕 九百多万嘛 你不会付不起吧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们没有算错 请您刷卡 悠悠 这顿饭的确是挺贵 不过 看你打这小三脸的样子 我们感觉都很爽哎 几点票酒 你真不贵 悠悠 你可是豪蒙儿媳 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赶紧付你 让这小三看看谁才是正经 开 萌萌蹭蹭的 该不会是 你钱吧 你说什么呢 我男朋友他有的是钱 刷他的卡 不愧是正气啊 就是大 让我伴不相看呢 您这张卡里的余额 三十八块二 不可能啊 这卡是无业上周刚给我的 你再试试这些 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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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张 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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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张 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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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肯德基的 会员卡呀 还有这张 这是公交卡 还有这张 这是公交卡 您做兼职的兼职卡吧 怎么怎么还有公交卡和兼职卡 这我是没想到 你还做兼职呢 九百多万也不算多 不算算啊 这里服务员一个就是两万 你干个二百六十年 说不定就还完了 或者说 你在现场找一找男士 愿不愿意包养你的 兴起去帮你还啊 你不意的 都是你 要不是你胡了点 怎么可能这么多钱 咱们这儿 不付钱的话 是什么负负来扔 我们这里 是全市最顶级的奢华酒店 是龙头张先生气象 如果不付钱 得罪了张先生 恐怕小姐你会 有钱 没命 听到了吗 总怕怕呢 崇星 不认识的 没有 我就是承蒙你照 这顿饭 真有意思 可惜了 你失算 我男朋友他有的事情 只要我一个电话 他就能帮我解决 行 拭目以待 我都要看看 没有我 他能拿出多少钱 你这小人得志的药 很快就会被人戳穿 喂老公 我在旺江楼 你能给我点小钱花花吗 留手 九百三十八万 你 你逗我呢 把这儿消息 干什么花得好钱 就 就是 请孝友吃饭 请孝友吃饭 能花这么多钱啊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也没多少钱啊 老公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吧 我今天要是拿不出来这些钱 我就走不了了 我保险 我义父再也不得还钱了 我现在也拿出来多少 你老公 你不是很有钱吗 怎么可能拿不出来 帮我想想办法 好不好 那一通 什么都听你的 我要是拿不出来 我就要留在这儿败书还债了 行了 我想想办法 一会儿你把钱找出去 李悠悠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准多这事 好 随便吃 随便喝 我老公啊 一会儿就会把钱打给我 给的这么爽快 不愧是总裁夫人啊 哎呦呦 我们刚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们啊 也是口不责言 放心 我大人有大量 不会和你们记得 倒是 眼前这个女人 待会儿就会知道自己的脸 有多疼 是吗 我也很好奇 这无业 哪来得起 豪门的事 自然不用你这种靠自己身体上位的恶心女人来管 刚才不让我管不行啊 周星不会吓跑了吧 哈哈 他要是有一点廉耻 就应该知道 你必须自并 你必须自并 放下 我不会让他给跑 其他的人 都有我来买单 但是这个女人 千万别让你跑蛋了 明白 喂老婆 您在哪儿 在忙 什么事 现在公司有个客户 订了一批货 急需资金给工厂 你看能不能 要多少 938万 拿我的钱养小三 胡燕 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老婆你再听吧 真的很着急 不过我可以保证 这笔钱 我一翻十倍赚过他 好啊 你等着吧 一会转给你 还想让我给小三 收拾来的摊子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绝望 呀 还回来呢 我还以为你跑了 跑 我好好一个人 为什么要跑 倒是你 现在不跑 我们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屁话 几百万而已 我老公随随便面 从牙包里挤出来 几点钱 就足够搞定了 是吗 我怎么不信呢 不信 那咱们来赌一赌 十分钟 我男人会不会把钱给我 如果他把钱给我了呢 我要你跪着 道歉 磕头 扇自己嘴巴 扇自己是小三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那如果 他没给你呢 不可能 我是他老婆 我说如果 他没给你的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曝光衣服 跪在地上学狗叫 好 不过 不过 你看不到这题 看不看得到 不是你说了算了 三二一 说 钱应该到这 刀卡 有个有钱的老公就是好啊 同样是女人 你悠悠的面怎么讲的好啊 就是呀 这差别也太大了 真羡慕呀 九百多万 他老公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给他打过来了 相比之下 有的人可就不一样咯 就是 有 领远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刚才卡上不是还有三十二块八万 应该是银行扣短信费的 一分钱也没有了 你还欠你好的钱 这 这绝对不可能 看来你老公 不是很困扯吗 我 小姐 我们就要避仓了 求您付款 总会没给你发吧 该不会他才是小三吧 无厌都能让他当个屁啊 这 不可能 不可能 喂 无厌 怎么回事 你不算你给我转钱吗 马上 别催了 别着急 我男人 马上就会把钱给我打过来 看来这就是你的底气啊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什么时候付款呀 服务夫人 你别得意 我男人现在一定已经在给我打钱了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还付不付钱啊 该不会 真要逃单吧 怎么不接电话呢 小姐 如果您还不能付款的话 恐怕 我们就得采取强制措施 我不是不付款 不会付 不会付的 我只是 时间到了 你输了 你需要给我跪下道歉 这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人想在旺江楼不守规矩 这怎么办呢 从来可没人敢这么做法 要么他自己体面 要么我帮他体面 不是 这五半间的时候 这五业不会消息 可你在忙什么呢 他他不是也没给钱吗 其他人的钱我可以给 但他绝对不可能 对 最近也没付钱了 要一是同仁 相比于付不起钱 可否也得收心吧 小姐 请您付款 你不认识我 你 抱歉 无论是谁 都得付款 还以为你是什么人物 认识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是 跟着的老板有一腿 还是怎么的 你不认识我很正常 但这张卡 应该认识吧 我 咱 抱歉 这张卡 好像不是我们酒店的会人卡 哈哈哈 我说周心呀 你是不是 这有问题呀 这旺江楼啊 可是整个省内最豪华的酒楼了 来这吃饭的客人呢 都知道旺江楼有三个规矩 第一 全额不打折 第二 没有会员业务 也不吸纳会员 你倒是挺专业的嘛 周星 这么低级的理由 你都编得出来 你们没有会员资格 不代表我没有 我说周星 你是不是当小三当习惯了 习惯靠身体吃饭 都不带脑子出门 我劝你 拿不出来钱还是赶紧道歉 免得一会儿挨打挨教育的时候 你连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 周星 我看你真是一点世面都没见过 真以为自己总演英文 就可以装强做事了 没钱不我心 像他这一 没钱又装的人 这最令人不我心 还不怕 把这碍眼的东西给清理出去 小姐 抱歉 如果您不能付款 恐怕我们就会对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认识这张卡 是因为你级别不够 把你精力交来 周星 你还挺能装的 现在好了 你不仅是没给钱 还得罪了整个网江龙 这无一余啊 是在整个省内都混不下去 是吗 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王经理啊 早就提问您的大名了 是谁在闹事 那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他想用这张卡在这装发一把狼 像这种人啊就应该严惩不戴 要不然这望江龙还怎么在这立足足 王经理 你赶紧给这剑人点教训 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 王经理 王经理 这是我们望江楼成立以来 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中市会员卡 服务员他不知道 如果问题 请多担待 他 他的卡是真的 难道 废星不是当小三的 有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 你说不定 没准 没准他的卡有问题呢 而且 而且他 而且 经理都说了 这望江楼是第一名楼 从来没有过会员卡 怎么怎么今天就突然冒出来这会员 没准他跟经理有一腿 你可以侮辱我 他绝对不能侮辱这张卡的主人 望江楼的确没有对外发放过会员卡 但有一个除外 什么呀 周 周 战 天 你你说周顺天 那可是全身首付周顺天 别说是拿这张卡 啊 但凡凡和周顺天认识的人 那都是不得了的 难道欣欣和周圣天 有什么关系不成 欣欣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们是被蒙蔽了 真没想到你还认识周圣天 就是 早说认识周圣天呀 和周圣天说过一句话 这辈子就飞光腾达 怎么把这边放荒了 难怪 爸爸一直不让我暴露自己是他的女儿 一旦他们知道我是周圣天的女儿 可能永远没有办法 看到他们这个嘴脸 这里悠悠也真是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竟然敢和欣欣做比较 就算他是争风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就凭他 哪里比得上我们欣欣一根手指头呀 别说是你 就算是你老公 恐怕连见周圣天一眼的资格都没有话 你们 我什么我 哼 没准 没准 这卡不是他们的 你你什么意思啊 我听说呀 这望江楼的老板神龙见首不见尾 平日里就算是那些顶级不好想见给你 都难如登天 而他年纪轻轻的身份卑微见识浅薄 也就也就这一身皮囊勉强能看 你们觉得他凭什么能见到周圣天这种人 尤尤尤你什么意思啊 还不明显吗 他呀不仅用这身皮囊去魅惑了我老公 还有周圣天 你说什么 我说你道德败坏厚颜无耻 你说我 不然呢 尤尤尤我还真是佩服你 我都不知道 午夜到底看上你什么了 你说你要身材没身材要颜值没颜值 关键是你脑子还不好 哦 我知道 午夜一定就是看上你脑子不好使 谁好骗吧 别说那些没用的 你输了 按照赌约 什么赌约 我不知道 王经理 有人想在这里吃霸王餐 而且还有赌约为旅行 我说 该怎么处理的 小姐 这位女士 我们会处理的 如果李悠悠拒不付款 或者不愿意完成赌约的话 我们以一万种方法 让他生不如辱 听到了吗 这不可能 我 我现在就给午夜打电话 你以为这是什么病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放开我 放开我 不愧 地上怎么又扫在这儿爬呀 活该 这样够你来的 我要是他父母 就应该一把掌三十块 对 对 不愧你脚子 不愧你脚子 按照约定 可不是这样 你还要 当正学狗教呢 对 对 就是没有 你老公那么有钱 有身份有地位 你就应该信守承诺 你们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可不一样了 谁叫 你得罪了我们心心意 叫刀刀刀 这叫省时多事 还不快叫 还不快叫 记住了 你连给我道歉的资格 都没有 这笔钱 一周内 要么换钱 要么 就需要吃一辈子了 不要怀疑我们有没这个势力 我会告诉 我迷地了 李珠 你不能进去 国总有事 我也有个王八带你出来 你骗我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一定会知道 我们背着天人 记得有多彩 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给我赚钱 你知不知道 我在同学校有会让你多难看 九百多万啊 我怎么可能一时间给你拿出来 花钱会已经给你小办了 我是给我借钱的人一直没给我 我丢包还打包了 给谁打电话 没事 你都回来了 钱的事情了 我来小办个解决 哦对了 你是去的是我们需要的校友会吗 对 对了 那个营运人他也在 要是他在校友会上 让我故意出床 你去了校友会 我没有计算他的身份 我还不能去恶心恶心他了 但是谁知道 他竟然和忘江楼的老板没认识 都怪你 要不是你再来看惹了一圈子走 忘江楼的老板 他也认识 不可能吧 他家虽然有钱 可忘江楼 可忘江楼是首富家 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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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事儿买着我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你看看你自己做了那些事 你有没有为我考虑吗 啊 九百多万 你自己都不知九百多万 哥哥 哥哥我做了 对不起 我我就是想让你早点去我倒屋 待着你别这么做了 我害怕 牛羊 你现在的首要人物就是下周 跟我去见李总 把李总陪好了让他跟我签核桃 在此期间呢 你不要做任何多业的事情 懂吗 我刚才好凶啊 插得我好疼 给你点教学 怎么能让你学怪呢 好了 没事 你 你你以后不能这么对我了 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 就是前几天查出来的 我本来想等今天再告诉你 是你那你是冰药啊 为什么会怀孕啊 你你你你前几天喝醉了 还叫我老婆 你跟我说别让我吃药了 你想要孩子 难不成 你是把我认识那个小三的 赶紧给我打掉 赶紧给我打掉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行了 消消气 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换个人去陪酒 你偏要选李悠悠 现在这些有钱人 就喜欢找一看就不三不四的货色 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不是那李悠悠 周欣也不会怀孕 你 等我解决了那个丑祸肚子里的孩子 就再把他给解决了 那周欣 他跟我说 有证据让你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 他可比你给我拿解决多了 你那一分钱都不给我 这还不好的 抽掉他 那周氏不就是你的了 对啊 这件事情 只能你亲自去秦萱 我只相信你 我现在觉得 你对我的感情 和对周欣 李悠悠他们是一样的 怎么能一样呢 我认识你 可对周欣操多了 我呗 等没了周欣 我就能结婚了 我认识你再说你要讨计 怎么是你啊 来替你那个小三姐妹找物业的 李悠悠 你真不知道 物业为什么对你哭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一个小主播 你连九百万都拿不出来 对物业没有丝毫有不出来 明明是正事 还不愿意要嘲讽 是小三族 而周欣呢 他的身份你也是知道了 他是周胜天女 家里很有钱 你说什么 物业的钱全是他的 他是周胜天的你们 那我心中心承晓他了 不然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如果我不是这个事 那周欣为什么一直不说 这就是你不如他的地方呀 你以为一头狮子 真的会在乎地上蚂蚁的车呢 他 又是一直在看出丑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不信你可以去问我物业呀 或者你仔细想就想 就周欣住的那别墅 他物业相声的买得起 还是说 他物业能探上妄江流战的关系 是 我 我真的是想象 那你来干什么 现在嘲笑我 不必干得我 这就是女蜀的地方 你看看 我像是 赖宝珠星人 你不是她最好的闺蜜吗 没有有什么 只有有什么力 他周欣是 可是她不知道 防火防盗 防闺蜜 你要干什么 我们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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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蜜蜜 你再开一场直播 我这也不怕死 光你这场直播之后 穿得很满 到时候 不愿意高兴 说不定回心转意 就挺复杂的 什么情况 周欣 他马上就会冲毁 到时候你把这个新闻播出去 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她是周盛天的女儿 这是周家手眼通篇的 上次的新闻就没播出去 这次 一定会 难道 你就不想拥有 取之无尽 用之不竭的 时间 好 我也这么不是个东西 我对他掏心掏肺 一路扶植他的事业 他居然就那么对我 谢谢别怕 没了他我们还有其他人的 值得更好 来 能背 为了 摆脱这种男人 谢谢 你喝多了 我冯锦上去休息 哦 周欣 你别怪我太有武器了 从小到大 你什么都优秀 什么东西最好的都是你先懂的 包括我 无言 一个我永远都追不到的男人 就每天都围在你的身边 好在 一切都结束了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也看不起李悠悠 不过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要和他一样了 周氏 归我和吴燕 你妈妈送给你的东西 就让他留在这儿 疼我怎么给男人屋散 你妈妈送给你的东西 疼我怎么给男人屋散 你妈妈送给你的东西 疼我怎么给男人屋散 你妈妈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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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给你 先送给你 人家送给你 上行 领域 哎啊 我才義手 ate 我自己的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他不也搭 他不する 家人们我刚刚收到消息 上次那个小三 我只勾引了我老公一个男人 他就是个婊子 他今天晚上就在别墅里 约了其他男人 我们这就去曝光他 最是无耻之机 不知道哪家的男人 又被他给勾引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下周星跳进黄河都醒起 走 大家好 还是我 上一次曝光用小三 祝给我老公的博主 上一次 因为对方的背景和手段 我们的曝光到一半就被阻扰了下来 这一次 我李悠悠 使兵要和道德败坏帐风败宿敌人 斗争到底 哪怕我不要这条面了 你再走不次 我斗争到底 绝不恭喜 李女士 请问您这一次 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吗 当然有 这位不是周庸公司的吴总 这是周星的闺蜜 是他最好的朋友 杨妹啊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作为一名企业家 一直以来我都是尽心尽力地 为了社会发展做贡献 但时至今日 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 有什么问题 您就尽管跟我们说 就是我的老婆 她水性养化 表里不一 请问您老婆是 周氏集团 周盛天的女儿 周星 这一直以来 她不都是大家闺秀吗 她不仅外表出众 还很有爱心啊 她捐赠了很多的学校 还有 所以她虚伪 表面上却是风光亮丽 实际上 她道貌岸然 尤其是断告男女关系 婚内出轨 这这不会吧 她好歹 是周家的大小姐 这教养肯定没问题啊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表面越干净 背地里就越暗脏 与自己从毁 我但没有悔改 是可忍 出不可忍 今天就算搭上自己的一切 我也要曝光她 曝光她 这是真的吗 虽然 我跟周星关系很好 从小就如同金姐妹 但 但我实在没有想到 她居然是这样的人 如果让她这样表面干净 背地昂脏的人 继续潜测在太阳的阴影之下 那么我觉得 她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公平的 看来 周星的所作所为 的确是真的 这一次 她真是强倒众人推 祸骨万人锤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一定要揭穿她 揭穿她 揭穿她 走 走 就在楼上这个房间 周星 现实玩得这么开心 这么烈性的样 周星 今天全天下都会看到你犯贱的样子 他们会把你定在植入住室 永世不得犯身 真是没廉耻 这什么大声音 周星你可不要怪我呀 真是贱人 我对你无为无事 前昏内出轨 我今天就要让你净身出虎 轻点 你打死了怎么办 您好 你们怎么来了 你怎么 我也不知道啊 老婆 你怎么会 你想问 为什么 我没有晕在那里 对不对 显然 你低估了我的智商 也高估了我对你的信念 老婆 这都是误会 我和杨妹 我们是为了 为了 对 呃 缘母叔来了 到底是谁背叛 谁应该近身之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杨妹 我最好的闺蜜 跟我老公 偷情 是在我家里 五爷 原来你认识杨妹 别认识我还要早 我们的婚姻 只是你为了钱 设下的聘据 我这么多年的真心 就为了你们这两匹狼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表 谢谢 你喝多了 我扶你上去休息 周总 周总对不起 是他们支持我的 小姐 接下来怎么说 先等他们来捉奸 然后一网打击 我倒是有时间 好好欣赏欣赏 他们是怎么筹划 是他 是他指使我的 欣赏 我对你的真爱 日月可浅 五爷 你还是不是难了 你别绝口快燃 你怎么能对欣赏 干你这种事 是我 我没有 欣赏 你听我说 他不灭我 是是乌烨 乌烨的逼我的 所以是你跟乌烨计划好的 计划好来捉我的肩 好让我净身出户 然后周氏集团就是你们的了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跟他不是一伙的 谢谢 我 我只是一时糊涂 我没有身体勾引我 所以 宝宝我真的错了 乌烨 你还真是有骨气啊 我佩服你 你要是敢逗我老婆 已经弄死去 娘妹 上次李悠悠在我们家闹过之后 我就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都装了肩猴 你跟吴业 密谋害我的计划 我可都有证据 对 是我想的 我恨你 我一直带你路清姐妹 你凭什么恨我 就因为我高你一头 对 就是因为这个 跟其他人没关系 我现在不想跟你们扯这些 上次赔的钱 这次犯下的事 还有公司破产的钱 你们到警局慢慢说去 我不知道 你们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进牢 老婆 我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我才是小子 原来周青已经送完好了一切 他只是在背后看我笑话 我不是正事 我才是破坏别人家里的小孩 你记得 不愿 不愿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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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跟我说 你你没写我吗 你你没写我吗 你这咱们闭门子 我去 这是什么究竟大反转 我去 闪下我网络判官的独眼啊 你告诉我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对着他叫老婆 你给我谢日子 你特意把我叫到公司的株林 就是为了我明生大哥 我在一起 然后请我 你现在对着别人叫老婆是怎么回事 还是这个贱人 你不认识 你的心里只有我吧 你怎么可以骗我呀 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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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知不知道 这神圣 已经被你这个传活给毁了 老婆 老婆 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真心爱你的 李悠悠 杨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求求你 我就就原谅我好不好 好不好好不好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我妈 就是因为我爸的背叛 他抑郁自杀的 我这辈子最讨厌就是背叛感情的人 结婚之前你跟我说 你这辈子只爱我 结果呢 在外面找小三 跟我的规律上 这都是你做的一辈子爱我 难怪以前会在酒吧 碰巧就家伙 事后还让我不要去找那些球鬼的麻烦 说他们是一手 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嫁给你 是我义无反过 无业 这就是我得到的结果吧 为了钱 为了钱 你可以背叛 让所有人脱弃 是不是你连杀妻 气子这种事情 你都干得出来呀 原来我才是小子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但你藏得太深了 才让我变得如此高兴 谢谢 老婆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就对你再给我结果一次机会 刘悠和杨妹的事情 我会注意好的 我这不会再不下次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原谅我 李悠悠 刚好 今天你和你的粉丝们都在 我请了律师 我们好好轻松轻松 我去联系剧啊 太精彩了 打开眼睛 原来主播才是小三 太打脸了 我记得看到好像砸了几个月的东西 这下不得赔钱赔傻 到底坐穿 旗帜啊 到底坐穿都不够 大小姐 根据你们方方约定 婚后有任何人出轨 及竞争处理 现在南方出轨正确凿 我已让律师以订好离婚协议 发到你的邮箱 就查你签字 我不签 我也不理会 你是想打官司吗 也可以啊 但你拿什么赢 就连你经营的公司都是在我们下的 你还有什么 在你去官司之前 恐怕还要做解答 你在大小姐分公司 这么多年做的奖账 所有证据 我都已经收集到了 没想到你准备的正不正确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周琴 我一直只以为你是个单纯的女人 想会的妻子 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这恶毒 竟然对我下手这么狠 你在外面偷情的时候 跟杨妹设计陷害我的事 你可从想过我是你的妻子吗 还有你 李小姐 在恶意评判别人少干之前 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恶意的伤到网络抱他 来攻击一个文革人 这样子 跟这个 又什么去 说的好 渣男小三该死 这种就是我的女神 都怪你 我们可是来帮你抓小三的 现在不光我们具有的赔偿 还我们坐牢 你这个贱人 高高声声说着自己对痛恨小三 结果你到了半天 你自己才是那个小三 贱人 就是 全都是你害的 你才是最应该被惩罪的小三 你赔钱 永远你赔钱 你赔钱啊 放开我 你自己早点 憑什么让我赔 放开 给我住手 我呸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人家可是周氏集团的周总 你一个小主播 还说人家 不要脸 还是不信 他真的没有钱 一个女 怎么可能继承一万家传 你不仅当小三 你还瞧不起女性 世界现在发生了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李悠悠身为小三 依旧不知悔改 倒打一耙 我们希望他能够好好改造重新做 李助理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你竟然早就知道我的事 你这么有钱 为什么不把午夜绕给我 你到现在还以为 他对你是真的吗 你一天明明很爱我呢 他会冒着大雨接我回家 在我直播间刷最贵的礼物 还在我过生日子消毒放烟火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为你做的这些 也都为我做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问我杨妹 吴叶应该也对他做过同样的事情 甚至更多 因为吴叶跟他认识的时间 比你我都多 叶子 你现在对我动手的话 只不过是罪加一等 恕罪并罚罢了 带走 我也不会有空 行 那就是 flame 再次发现 一遍 你 我 你 一个 你说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